這邊想先請教一下 關於現在大家都要競選2064總統 那這部分你覺得選總統的要件首要之件 是不是會是在兩岸恢復交通溝流這個部分 就是兩岸上應該要清楚的表態然後B站才是重點 你怎麼看 我想其實要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包括這個首要的關鍵的議題當然是兩岸 當然從兩岸來講包括國防外交經濟 那當然這是大家最在乎的這個所謂經濟 內政教育金融財政 我相信要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絕對不是說像民進黨用喊的 或是用側翼來治國就可以 真正要把國家事情做好可能需要一整個團隊 去推動各領域複雜的這些工作 所以我想說也不是兩岸當然是關係到所有人的安全 關係到台灣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一個議題 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事項 可是還有很多其他事情 也是必須要有很多人一起來努力的 那現在就是說現在黨內有喊出這個結合非率大聯盟嗎? 那大家有在質疑就是說一定要呼台銘入黨來選總統才叫結合非率聯盟嗎? 那會不會連柯文哲可能要贏 我這樣講 首先我認為應該不要叫非率 應該叫光明正面或正義聯盟 我覺得比較想相對於這個民進黨的黑暗的 還有這種所謂邪惡的這樣的一股勢力量 所以我姑且稱為光明或正義的這樣的一個聯盟 我們當然要去團結所有我們能夠團結力量 從郭台銘先生或者是其他第三勢力到一般我們的百姓 或者說一般的這個我們走在路上這些市民朋友 只要能夠爭取的我們都要爭取 我想面對2024年這種嚴酷的挑戰 你要面對一群這種窮窮極熱的惡狼 把台灣從他們這個口中拯救出來 光靠國民黨一黨的力量 我覺得可能我們還是蠻吃力的 必須要團結所有能夠團結力量 爭取每一個人的支持 這才有可能 真正完成這樣一個困難的任務 可是如果像郭台銘要回來 會不會就是說還是得要量身打造 那這樣真的好嗎 我在想 國民黨有所謂協調的機制 那當然郭總統現在不是國民黨黨員 但是我認為這種協調的這種過程 其實可以去容納很多這個大家不同的看法 因為並不是什麼東西都最後都要走到初選 投票或民調或黨員投票這樣的一個 比較激烈的狀態 那透過這個很多協調 大家彼此心平氣和去思考一下 怎麼樣能夠完成我們共同的目標 怎麼樣能夠確保台灣安全 怎麼樣能夠讓台灣繼續和平 繁榮的這樣發展 我相信這樣子一個重要的 理想跟目標在前面 我認為這些有意願選總統的人 應該會彈出最後彈出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結果 那侯要不要儘快來先表態 呃 我不確定侯市長現在計劃是什麼 至少我跟他見面的時候 他沒有提到這方面的這個任何的這個規劃 所以我們只能尊重侯市長他的這個自己的一些判斷 畢竟侯市長是一個很認真的這個地方的首長 他對每天工作非常重視 我們也不能夠逼迫他這個工作不做 然後這個都來都來搞競選的事情 至少在他沒有參與之前 我覺得他可能還是專注市政是他的優先吧 我想問一下關於上海團要來台灣嗎 那來台灣看燈會 但是有被議員爆出說就是他們不能去吃燒業 那你怎麼看到的 我覺得這本如果這是真的話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諷刺 台灣理論上來講應該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所有人來到台灣 只要你尊重中華民國的法律 都可以有這個自由的言論自由的行動 自由的這種自由自在的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 只要是合法的事情 那如果還限制別人的行動 那不是台灣變成什麼 變成這個蘇聯的古拉閣一樣 變成一個集中營 變成一個這個大的監獄 那基本上這對台灣的自由民主 這是最大的一個諷刺 最大的一個我們講笑話 所以我希望這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的話 我真的覺得民進黨幫台灣做一個最負面的這個宣傳 這實在是很糟糕 剛剛在廣播中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今年如果比如說 國民黨炒成一團 然後有可能變2025就會戰爭 我想美國這個一個將軍 這個Air Mobile Command 我當然不知道什麼單位 他是預測這個這個兩岸在2025爆發戰爭 那我不知道這個預測的是不是因為他們認為2024年民進黨有可能會勝選 所以2025年會發生戰爭 我不知道美國人是不是做這樣的預測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民進黨要勝選 我覺得唯一的機率就是國民黨又內訌 又互相的這個包含這個 內部的這個不團結 甚至外部的這個媒體的這個推波助瀾 我覺得造成整個 我們講國民黨內部或是整個 我們講光明聯盟或者是非綠聯盟的這種 這種紛爭導致於這個敗選 那我認為如果真的發生這個狀況的話 所有的參與這個過程的人 不管是國民黨內的朋友 或是外面的朋友 或是媒體的朋友 那都是歷史的罪人 市長問因為剛剛講到不團結 怎麼沒辦法失去 那因為現在黨內就一派心說 這個郭創辦人他過去沒有對國民黨有貢獻 那現在來幫他讓他歸島 他幫他開大 如果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國民黨曾經有一陣子面臨破產 那這個好像郭董事長母親適時出手 拯救了國民黨免疫破產 這一點我不知道算不算貢獻 那麼再來講 郭董事長對台灣的貢獻可能很大 不管是我剛剛講對於這個 BNT的捐贈 疫苗的捐贈 打破了民進黨的這種所謂 國外疫苗不能進口的這樣子的一個 惡霸的做法 還包括台大醫院 癌症醫院的捐贈 這方面來講我相信 他對這個社會的貢獻是很大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應該要團結所有能夠團結的力量 我們要爭取所有對台灣社會有貢獻的人 來加入我們的這個行列當中 才有可能去打敗民進黨 所以這一點我認為 當裡面很多朋友 一天不講話其實不會有什麼傷害 有時候少講點話 可能對自己的身體健康會更好 心理健康也會有幫助 所以秘書長說已經跟郭創辦人有來見面過 我不知道 我個人已經有三年多沒有看到郭董事長 可是這並不會改變 我認為我們要團結所有人 團結每一份能夠爭取到的力量 這樣的一個態度 這不會改變 我有沒有見到他的面 這其實跟我的理念是兩回事情 黨莊有跟侯市長現在聊過嗎 我想朱主席還有朱主席身旁的很多同仁們 都是從新北市政府出來的 他們跟侯市長應該比我更熟吧 應該不用問我 應該問他們比較久 我們跟侯市長偶爾見到面 他們應該跟侯市長以前是同事應該很常見面 我猜 他在2024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還說誰能當選他決定 我相信 柯先生 最終還是熱愛台灣這塊土地 我相信他對於不管是他曾經工作過台北市 或是他的故鄉新竹 都有很深的情感 所以任何人真心在關懷這塊土地 真心的在擔心台灣的未來的這些朋友們 都應該思考 怎麼樣的做法 才能夠真正帶來這塊土地的繁榮與和平 怎麼樣的做法 才能夠真正的保護所有他所心愛的 他所關心的這些百姓的未來 我覺得 在這個時刻 可能做一個負責任的政治領袖 真的不能去迴避思考這樣的問題 好不好 謝謝 謝謝